我变成男生 你们选择谁要不选择 优酷社区 有梗你就来 神梗来了 看剧追踪听我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万鹏 我变成男生 你们选择谁要不选择 如果我变成男生 又不能说每一个都喜欢 这样有点海盲体质 我想尝试的角色 就是非普遍人物性格的角色 就是一切在生活中 不怎么常见的 类似于杀手呀 未来啊 因为过去的时间都过去了 你还回去干嘛呀 我要不要跳广场舞 年轻的时候跳够了 能遇到的都是缘分啊 我不跳 以下是来自优酷社区的粉丝提问 我的理想型啊 阳光算一个 可以有点腹黑 以后小幽默 然后我比较喜欢 能跟它进行思想上的 共通的那种吧 多数还是以喜欢为主 你喜欢听音乐 喜欢看舞蹈 然后在舞台上面能被 你在舞台下能被舞台上面的人 刺激到 然后会一直以这些方式坚持 不当演员了 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干吧 走的地方不能算少 但是也其实没那么多 然后你其实还是有很多 未知的东西 然后想要去探索探寻吧 目标和愿望嘛 都在改变呢 可能希望幸福感能来得更多一些吧 再直接一点就是想去演一个杀手 非常的靠感觉 靠那个灵 就是那个灵感一下子的那一迸发的那瞬间 就是你内心要很有那种感觉的时候 就一定要快速让你周边的人记录下来 或者是你自己要找地方把它记录下 不要懒 就是切记懒 下面是yes or no 犀利大拷问 用手笔划圈插即可 在工作时有没有收获的机器打 哈哈哈 手机里有没有公开的插照片 什么招待的夜人有好玩的未知 有小孩 有没有公开的连任机器 有吧 一些推销啊 一些很无聊的 有 哦 有 有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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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很多压力大呀 或者是在很多 对自己会产生一些质疑的时候 粉丝们的动力会给我很大的力量和支持 这种东西其实会很暖心 这些东西也会给我很大的陪伴和力量 然后让我非常的有动力 继续去创作和创造很多的价值 其实是一个互相影响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很需要你们 但是我也知道你们需要我 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然后我们一起去影响很多的事情 爱你们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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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